问题是很多 马铁说问题太多了 刁哥肯定问题多呀 那有问题波罗斯要慢慢解决嘛 不能说有问题就放弃了 对不对 他们对我昨天下午1点 看晚上训练看到8点 看了一天 我也知道有很多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实际是其实很简单 他们有些选手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懂 你跟他说啥 他都需要时间消化 你让他练个英雄 他也得花点时间来熟悉这个英雄 你跟他说一套这种体系 他也得花时间来熟悉这套 这种体系的打法 他刚玩就是啥都不会 就那么简单 懂吗 所以问题是很多 给他们点时间 慢慢看他们成长进步就行 这种看起来是踢得要舒服一点 他们如果再拿个小狗 我们要拿小狗 拿了猴子 这样的话是中单小小了吗 中单小小了 船长打 卡尔 中单船长 还是破三的小小 三人偷服这一招老子 交满意交了少数四遍 这个兄弟就是记不住天天去三人路抢别人服 你他妈的出现在这个位置不行吗 就他这么抢服办法就是 最最好的情况下是拿两个服 最差的情况下 就是被人拿四伏 当然别人有可能会拿三伏 他最好的情况下是拿两个服 然后踢上去保人 他说过多少遍了 我的天哪 老人的是没法再说了 老子下次训练在他后面 我盯着他看 我把他鼠标握着 走到这个地方 对我就走到这个地方 从这里绕 走到这个地方 去透蝙蝠 水人出分身善失 变水猴吗 水猴好蠢 水猴虽然说是有大招 但是 下路这边要打吗 小小没有跳刀 看到沙王在塔下 也不敢乱坐 隐身符的船长 回到一个没留到 开水开视野 还在呢 地方应该是知道的呀 咋跑 这边能住两个 埋杀吗 杀成暴 这个是水人变得铁死 不太对 不凡打那套 再开转雪 但是力量转完了 能不能来队友救 没队友救的话 水没了 不敢乱追了 对面 只有400血 对面不敢追了 好像进人全交了 其实猎火队有一个优势 就是猎火队 相对于轻讯三线轻讯队而言的话 猎火队的团战 要打得比他们好 所以说猎火队只要经济不是达到中后期 经济不是很差的情况下 他们 都是有很大概率会拿下比赛的 这边双头龙过来 被仙城举了 小小直接打个VT 我提前的一个视野 所以就直接秒掉了双头龙 但是这边卡尔包了过来 机器非常的危险 被急速冷却无限打晕 杀王一个穿刺 又流到了 蓝胖 蓝胖也倒了 过三这边也被流 那这一步还挺亏的 死了 死了三四五 死了三四五 哎 这波船长危险 直接被动 杀王和PS也在路上 一个穿刺 船长的船游开了出来 能不能顶住 但是好像被人晕到死了 这一波人有点闪 就一个船长蓝胖在上路带 被幽灵漫步卡给找到了 现在就是应该该咋的时候 下路TS在暴塔 拉比克知道 直接一个先手替 替中 虽然没有血 但是知道TS的这个位置 杀掉TS 看能不能带队推一下 哎 杀王摇大秒水人 我操 这TS的蹲得 他是死了 王命把水人带走了 这两兄弟 我不是说死刷 死刷就变成 我们之前说的了 落队只会刷 哎 哎 哎 水人过来救蓝胖 自己被刺了 哎 这就没了 变成落队只会刷了 他比烈火强在哪儿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强在哪儿 就是他大哥在带线刷钱的时候 总有人在蹲 你们发现没 就比如说TS在这里带线的时候 TS是被抓了 但SUS也在蹲 SUS把水人拔命板死了 而TS在高的时候 SUS也是在蹲 就他们的大哥 有人带线的时候有人蹲的 这就是差距 那烈火带线呢 是没人蹲的 所以一抓一个死 一抓一个死 但是ST这个队 你要抓他呢 甚至要被他反杀 这就是一个差距 TC 快拼 反杀TS 猴子这边在打船长 船长也能抗不住 被猴子打死 猴子已经双杀了 但是杀王也是被拼掉 这边猴子在对水人 水人辨了一下猴子 船长选这个买活 这波要杀坏一长毛手吗 长毛手有龙心 神经百变 躲了一下 全是幻象 这有点不好找 又是个吹风雷暴 但是暴到真生了 真生放了个T 找到真生了 真生被水了起来 这猴子没有队友 杀王在独秒 他在跳 一个打四个 你凭啥呢兄弟 这个时候TS是没有状态 没蓝没雪 所以飞他下了带路兵线 杀王又在独秒 卡子 只能在后面吹风雷暴帮忙他 根本上不去 双头龙这边还在走 走过来 被逮到 没有队友救 他临死之前做了个视野 放了个眼 天手好像杀人有点难 水人变了杀王 穿着剑埋杀 把你给我举起来 接着个水 直接秒掉SK 但是SK空血 吹了一下自己 没有倒下 但是还是被追死 猴子这边切拉比克拉比 就偷了个埋杀 地上插出了真眼 水人在跟TS TS刚正面 刚不过 TS的输出好恐怖 但是被船长扛了两道 自己有点扛不住 水人穿是拨过来 还有拨马上 但是TS跑得太快了 小小这个时候赶到战场 跳到远古位置 反射放了一个威 威到了双头龙 猴子这边这边战场 有点钢不住 双头龙已经死了 各种AOE 猴子的幻象被秒清 真身被拉比克举了起来 又是一个冰封路径 西西这一波是真的挺秀的 又是埋杀 又是冰封路径 TS直接来到上路带兵线了 卡尔似乎是想断水人TP 来了 断水人TP 急准却破林肯 被吹风 正面战场 西西又流到了TS 一个举家冰封路径 TS空穴吹了一下自己 水人这边被卡尔 杀王在追 TS应该是已经倒了 这边在追水人 水人看了转血 但是有大骨灰 蓝胖赶到战场里面救一下 一个吹风 似乎救了一下水人 拖了一下时间 杀王又是一个穿刺 水人的BKB 差四秒没好 还是倒下了 958 但是队友都赶到战场 拉比克又是冰封路径 先手配个 偷了杀王的穿刺 刺两个 再接一个举 他有三手控 过来先手冰封路径 完了 偷穿刺 双刺 双冰封双刺 再配举 我西西的控制是真的打满了 TS带盾 他没有让猴子带盾 我觉得猴子死不了了 不丢龙心 好像是有点难杀 但是这边一个羊 抓到了 SK倒了 猴子神奇百变跑了一下 真神还在跑 被拉比克举起来 往后丢 蓝胖有没有F 有 被随了起来 但是蓝胖还没有F呢 在空中F住 不带盾是吧 死不了 可以 这兄弟 这兄弟不带盾 还是可以的 然后直接被抓了 虽然穿刺还在留前面的TS 但是没有刺到 距离不够 把兵线带一下可以推了 3333 刺大白杀穿刺 留到了破山小小 小小BKBCD 空前推了下自己 落地中了TS的一个世界大D 也被秒掉 但是 船长这边三连在打沙王 沙王也没有扛住 也是空血吹风 还有一艘船 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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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王还是死了 虽然船是躲在距离 但是还是死了 鐵死这边空血 水人在追 没有追上 正面战场留住了猴子 猴子被标记了 打他 船长有扬刀 遍体攻击 接普攻 船长一刀水刀 直接带走 这把还算是有金五千吧 其实 打到中期还挺烈的 金击落后五千 当然对面打得也不好 对面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把烈火能拿下 感觉碰到一个厉害点的队的话 烈火这把应该是没了 烈火还是需要 调整自己的问题 但是有进步好吧 在我看是有进步的 视野有一点点进步 沙王这边 在独秒 水人是复制了沙王 但是PKPCD 自己又被吹了 而且有大骨灰 危险雷暴 变得猴子 神奇百变多掉了 船长这边秒跳了 买活的TS TS120秒 这边站着还在留人 冰封路径拉比克偷的 没有封到人 封到了 封到了个猴子 双铜龙这边 被集火回个灭地 没有打死人 双铜龙也倒下 就剩下猴子 猴子在刮杀 在刮小小 小小空气吹了一下自己 变成了石头 猴子又在追拉比克 拉比克被他说掉了 卡拉落地 被集火 杀掉卡拉 就剩猴子一个人 猴子神仙百变 无限变 无限在变 水人在追 但是 拉比克买活赶到战场 是飞前赶过来的 真身不跑 假的 可以 兄弟真身 真身还是跑掉了 这个猴子拖到了沙王复活 小心沙王开悟 聊了个大招 穿刺三个 他这个刺大打得很漂亮 但是猴子杜威他们的输出点死了 控制拉满也没用呀 兄弟你对我全死了 沙王这边也被带走 有心无限拿下了 准备 包括 他还有一种决筒决 他说没机会上 小娜家 他说小娜家决筒决 他说他最厉害的应该是小娜家比斯金龙要厉害 但是没有机会选 而且 其实烈火队最近的风格就 你们发现就是 小娜家 小娜家 他说的决筒决 他说那小娜家比斯金龙还厉害 算了算了 低调 烈火能拿三伏吗 诶 诶 我他妈好像 头一次见烈火可以三伏开局啊 这一把 这一把满意没有在上路抢服 你们知道吗 烈火有个三伏开局 他还说了啥局后来的我想想 他那天说了啥局还 诶 夜魔白天 四 三级单杀 蓝猫 肥还挺肥的 诶 这个无解肥的血魔 追着p 漂亮 杀了一次无解肥血魔 夜魔也抱上来了 看到冰魂 四级的虚空 一个位直接带走 他玩个 那种 充脸干的英雄 感觉凶多了 你知道吗 就吓个蹲 夜魔又来了 全场在找人啥 不讲道理了 一个位两下 就把这个冰魂给吃了 诶 这周斯被冲塔杀 夜魔在后面 沉默三个 能不能先把蓝猫给吃了 先吃蓝猫 是对的 网住 蓝猫杀了再追其他的酱油 吃了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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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酱油有个体力了 吃了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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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家墓碑 你自己可以走了兄弟 你赶紧走 替走 不替走死了 诶 这都不替走 不替走肯定死了 这蓝猫 诶 妈的 你这杀完人还想走 就过分了 9000 诶 这个冰魂干嘛呢 做眼是吧 诶 大刀 大刀 大刀死地 蓝猫过来了 要留夜魔 诶夜魔不能被杀 夜魔死了 完了 揪波 还是两个人的人头钱 蓝猫单杀的话 这个人头 应该是1100 最少 最少1100 抓一下蓝猫 漂亮 大刀炸过来 夜魔 大刀往后走 但是 射王呢 射王被吼了 他被虎王吼了 但是雪魔赶到战场 收掉了虎王 夜魔不能死 被放了雪 雪魔还在追 墓碑 碎 墓碑又出现了 护墓碑 护墓碑 就杀雪魔 枉了一下冰魂 雪魔TP了 哎呦 没杀雪魔 雪魔好了 应该杀雪魔的 我敢想干嘛 跳吼 抓冰魂 有任甲 任甲开 夜魔赶到战场 威 诶 沉没两个 蓝猫也被沉没了 斩死冰魂 对着蓝猫 但是没有斩出来 夜魔一个威把蓝猫带走了 蓝猫满活死 过山还有吼 好 漂亮 蓝猫怎么一直在死 藏龙夜魔贴下去守塔 看到寿王直接威加沉没 有BKB 直接往前上 真的不怕 BKB顶出来 开启大招 威三个 冰魂的TP也被断了 寿王加了个好好的BKB夜魔 但是这边所有人都被留了 所有的控制一个留一个 夜魔威断TP 冰魂 然后奈家王断寿王 宙斯雷云断拉比克 三兄弟全被留 诶 中路 夜魔这边一个要打几个 一个打两个 双杀 蓝猫滚到沉没里面 蓝也不多了 夜魔还在追杀 雷云劈了一下 马上有威 一个打五个 杀三个 再追到雪魔和冰魂脸上 但是拉比克交了买活 蓝猫也买活了 他们好生气 他们就抢这个夜魔 凭什么 一个打五个 过分了 夜魔这边是被蓝猫满 活杀掉 蓝家海妖赶到战场 网珠拉比克 带走 三十留住冰魂 冰魂也是倒下 曲魔只能在边缘OB 根本不赶上 这个四野大 其实卡时间点的 三十分钟 知道对面会开悟打苦点 嘴也太大 但是凯文这边还是被中到了 不过苦王反手跳和猴两个 凯文不停血都没掉 他杀掉了狩王和拉比克 狩王BKB往脸上冲 再留雪魔 吼住 夜魔也赶到战场 雪魔没有BKB 就杀雪魔 杀雪魔对面寄了 该是寄了 蓝猫赶到战场 想杀苦王 但是被夜魔沉没了 没有BKB的蓝猫 主是直接被带走 赶快推 你敲个GG嘛兄弟 又不是打路人 打比赛 你可以G的 这种情况下 G了不过分 敲个GG我看不到 哦 蓝猫打的GG 这个兄弟被我放屏蔽了 上版应该也是他打的GG 看不到